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9月29号 周四 美股尚未开盘 美股纽约现在是早上的9点10分 感谢大家来到First Trade 第一证券和美股时代学员 来会为大家带来的现场公开课 美股期限早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期限时代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能证明 能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如果大家可以继续观看 等同于上书的条款 我们昨天呢 做了一个期权公开课 讲的就是关于 一个熊市的期权策略 那大家也可以上 美股时代学院的YouTube频道 去回看昨天我们的公开课 直接在谷歌或者说在YouTube上面 搜美股时代学院就能看到了 然后就是最新更新的那一个视频 最新更新的那个视频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边 分享一下 熊市的这个关于熊市的这个策略的视频 那昨天已经发布出来了 就是美股时代学院的YouTube频道 第一个视频就是了 第一个视频就是了 好 那这是想跟大家说一下的 另外的话 我们看今天 翻车计划直接进入主题 早上市场是有些冲高回落 那我们有跟大家说 最近市场是以反弹节奏作为主要的 当然反弹之后可能还是阴跌 阴跌反弹 反弹阴跌 那零线的也是前低的3639 是有触犯 但是瞬间拉回来 日线级别这也是同样的 严重的超卖 超卖 但没有明显的底背离 这里没有 所以我觉得日线级别可以继续往下跌 当然也可以在这里逐渐反弹 或者说做底的现象 各种可能性都有 我觉得更多是震荡 那从日线虽然说 看不出太多的端倪的话 那我们用四小时 可以帮助 辅助看出来 当下市场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双底的 或者是有底背离的 一个背后的一个Trix动能线 那这边我们也说了 有可能会在3680上下 左右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反弹 我们看最低是去到3614.5 但极端情况下下杀 完全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但这个是可能的 但正是因为下杀的多 我们看也出现了 接近150点的这么一个反抽 那我们也说了 这边反弹 第一阻力还是看蓝线 蓝线过不去的话 不好意思再往下跌 甚至可能还会有更深的一跌 都有可能 当然这边能不能深跌 我就取决于市场 接下来会有更多负面的新闻动能 那最近俄罗斯乌克兰 欧洲能源危机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中美关系 我们各方面的都不太乐观 不太乐观 是否还有更坏的事情发生 我也不知道 明天我们看到 中国进入到国庆假期 放七天 这个A股呢也是耿耿关一周 所以这边A股市场 这个周四周五 这两天可能也会有一些动荡 毕竟这是节前的最后两个交易日 今天如果不卖的话 明天这个钱就拿不出来了 或者说这个就持股一周了 那是否会造成一些恐慌 或者说会不会有资金去抄底 尤其是我觉得看到了 A股的北向资金 是净流入 很挺大的 虽然市场表现一般般 是吧 比如外资 或者说这边是有在抄底的 这种感觉 北向资金往往是从香港进来的 我们把它俗称为外资 同时呢 也有一些先行的指标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有资金借助 节前或者说这种美股带动 或者欧洲股市美股 欧美国家带动 A股的负面的影响 然后呢 从而导致 这边有一些很好的建仓的机会 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嫌疑的 是有这么一个嫌疑的 所以呢 还是想跟大家去聊一聊 最近这个港股也好 A股也好 中盖的这个市场 尤其是我们看到港股 已经低到1万7了 1万7了 那我觉得终极目标 1万6应该是跑不掉了 因为这里月线图已经没有任何支撑了 只有1万6这个位置 所以我感觉1万6感觉跑不掉了 要去碰一下 我感觉是跑不掉了 然后到了之后再看能不能出现更大的反弹 因为这里我觉得港股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这种 这种相互交错的跌的 阴跌 而且呢阴跌当中伴随的大跌 也开始加速了 那我觉得可能已经十六八九已经走完了 但可能还有一些尾巴的这里面 你看这个神龙甩尾也可以很弹 再往下刹个1000多点完全有可能 在相对于说港股来说 相对于说美股啊欧洲等发达国家 这种所谓的中国以外的资本市场 我们看到相对来说还是弱影 我们看到A股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坚挺 跌的话也是并没有说加速或者说往十里跌 还是有所收敛的 包括这里也有一些抬高的高点的这么一种可能性 那这里来到了一个平台的之前突破的一个支撑 那当然现在目前是没有任何明确的反转的信号 那我觉得前两天其实有一个这个 Graystone Doge加上这个Bullething高腿 这其实我当时觉得这可能已经反转了 但我们看到后面直接来一个打脸 确认是往下走 今天呢似乎想要往下跌 但是又跌不动 出现了一个收债 昨天这根大阴线的以外的一个蜡烛 长上阴线都有一点点 这种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偏负面的一个景 因为你想前一天收了一个大阴线 然后呢今天这边是往下刹 刹了之后呢拉起来一点点 往上冲也冲不上去 那最终是收债了前一天的蜡烛以外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偏负面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单从上证50上证来看 从这个香港 HK50来看 这边中国的这个底部啊 还真的不好说 还真的不好说 我觉得可能要等国庆 在等国庆之后 不要期待周四周五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底 至少不会有确认 可能会出现大底 但是要确认的话 我觉得还需要时间去观察 那不排除 这边A股或者是港股低点已经出来了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们需要确认了 没有确认的话 还是要尊重现在的趋势啊 另外的话我们看一看 我们之前也讲过这里呢 还是值得留意的几个中盖的ETM啊 一个是K1 我们来交叉分析一下啊 K1 还有FXI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还有就是ASHR 同时呢 还有一个是MCHR 这几个吧 除了杠杆的 我们这边没有加进去以外 Ebay的常见的ETM都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FXI和ASHR最近是有放巨量 当然这个巨量之后又是往下砸 巨量之后又是往下砸 并没有能够就此 像之前K1那样漂亮的反转 没有 暂时没有 但我们不得不讲的是 KY也在走相对的强势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FXI 或者说这个ASHR已经是扩了前低了 但FXI没有扩 KY反而是什么 连这个低点都没有扩 前面还有两个低点都没有扩 然后CMCHI也是一个双底的形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整体中概来说 最强的还是互联网科技 除此以外 其他的都是潜在在一个双底的位置 甚至潜在可能会破的一个位置 那如果说大家还记得我们最近讲到的 关于美股或者说其他的资产那边 我们看到很多都已经是破了最近的低点 尤其是我们看到标普500破了没有 破了 纳斯达克破了没有 也破了 罗税2000破了没有 也快要破的感觉 所以这些啊 到此我们看已经破掉了 那你标普500其实也算是破了 纳斯达克跟罗税2000这两个还没有破 可以看到成长型的 成长型 这是传统价值型的 这个是综合型的 成长型的明显还是稍微要强一点 日本稍微好一点 欧洲基本上是最弱的存在 然后VIX 最近三方 这个两方差三方差区间上 两到三日已经维持 但是维持不住下来一点点 但是这个下来可能也难以持续啊 我们看到昨天这个VIX下来 但这里有什么理由 相信就此就结束了呢 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看到三方差区间上也一二三 四天维持不住 现在是回到这部分就在里面 那我觉得这属于是个正常的情况 目前可涨可跌VIX 大盘那也是一样 可涨可跌 那本周我们看今天盘前财报 Ridey跟Bible Beyond可以看一下 还有MU的财报是今天盘后 一会我们也可以看一个 Nike是盘后 然后周五的话就没什么特别的 我们看这边涨幅榜吧 涨幅榜 TopGanner TopGanner里面有九只股票 今天啊 里面没有东盖 但都是生化制药股 而这里我们看到有铝啊 这个很好 有铝 有铝相关的股票是很好的 是吧 有铝相关的股票是很好的 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股票啊 另外还有就是今天的toploser 26只也不多啊 感觉今天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平衡 也不是什么大的市值的公司 小鹏是这里面市值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 领跌的啊 那我们看昨天财报相关的 这边是大跌啊 然后还有大概比较 这个估计也是跑不到哪去啊 另外我们看到除了这两个在今天啊 盘前财报的盘盘后还有耐克跟MU啊 我觉得MU的话大家就不要做过高期望了 半导体可能还是稍微贵一点点啊 嗯 我觉得涨可能涨不到哪去 耐克也是一样 耐克我觉得也是会受到通胀的影响比较大 但是大家小心一点点 大家小心一点 然后下周的话有更多的零零三赏这个财报 包括有同学问到的这个Tillery 大麻啊 我觉得大麻要反弹 必须要有一个洞呢 目前大麻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 也只能是在图形上进行博弈而已 我觉得目前是看不到他们酝酿成更大的一个行情 至少成交量来看这些什么有任何的变化 另外再看大家的问题 我们问说谷歌可不可以买 我觉得谷歌也不好买啊 也不好买 Fable TV Fable TV这些是应该去做空的比较 我们今天说过这股票就值几块钱 几块钱送给我都不会要 甚至应该逢高做空 依然到现在我就也是 优酷也是逢高做空的股票 依然到现在我觉得也是逢高做空的股票 没有变化 KO KO 可乐 KO 可乐没什么太大的毛病 但是它分红也一般般啊 我觉得如果KO 可乐分红高一点的话 可能会更加喜欢一点 如果只是我们看到年化这边 每次四毛四年化 可能就两块二 两块二分红 那这个分红其实相对来说 不到4%的分红非常小啊 如果股价跌4% 你拿4%的分红 那等于是什么都没赚 买了个季末 如果说这边分红能多一点 或者说你稳定拿分红的情况下 股价还能涨一涨 那我觉得你就赚了 要不然我觉得这里大家是亏的 对吧 大家是亏的 我觉得一些烟草公司是可以考 烟草公司 如果要持有高分 包括还有一些 特殊的一些选股 可能也会有一些机会 今天早上还有一些 是不是有今天有这个数字啊 看经济数字 今天早上经济数字 好像有一般般吧 数字还行吧 正常的数字 但数字好的话 可能市场也不一定会喜欢 今天CNN Fair Green 包括最新的American Individuist 也出来了 这些都是比较偏 负面的情绪 那我觉得这个情绪的负面 是给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的一个前提 当然这个我们说过季节性的规律的话 也需要再等那么一周 才能到达季节性比较良好的一个开端 另外我们看到加息的预期 这边是在不断的变化 那我觉得加息预期不断的变化 这个概率的不断的转变 是有好有坏的 那我希望大盘 希望市场往这50点的利率去走 加息50几点 我是希望的 但同时我又不得不说的就是 这个不确定性还是非常的大 因为现在到底加50加75 还是未来有可能下周突然出现 加100几点的概率 完全都有任何可能左右 随时收到左右 那这样的前提下 我觉得市场是不稳的 那我希望说加50无所谓 那你赶快把概率冲到80%去 你加100也好 不要说加75 你加这100 也可以赶紧把这个概率冲上去 不要在这里来回的游走 这个对市场来说 对投资者来说 是有很大不确定性 是不愿意把这个钱投进去 不愿意去买卖交易 那今天板块来看也非常的糟糕 地图上来看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欠可脸的 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 我的一些观点 这边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吧 Zone Zone 我觉得是好的价格 这个价格我们说过 可能买不了持贵买不了上当 但还是要再等一等市场 我们看到AMPY Amplify Energy 这也是能源公司 我觉得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包括这个叫Rain Energy REI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很好的能源的小股票 在关键支撑位置是可以买入 然后带涨 IMO 这个是也是能源公司 当然这个我个人不太熟悉 这个之前没看到移动 这个之前我没有提过 前两个 AMPY 还有 REI 是我比较喜欢的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有经常看我们直播的应该是知道 我最喜欢的油股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在欧洲的油气公司 他们肯定是这一波最受益的 不管油价涨或跌 他们是什么呢 一个是FTI 你看到他跌了吗 根本丝毫伟动 丝毫伟动 另外还有一个是叫什么来的 我们忘记 还有个这个 EN EQNR 这个我觉得也是 是挪威的油气公司吧 像这种海油公司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油价会回升吗 油价肯定升不到哪去 但油价这边 目前我们工作是个不看跌的状态 因为原油先进指标 目前是回暖了 明天的PCE 明天PCE 其实没有说像CPI 这么的大 但是看美元的这么一个势头来看 我觉得很有可能市场已经 Price in的这边PCE 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强 也就是Price index 也是一种通胀的这种 这种衡量指标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看看美元跟国债利率的反应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是利空出境呢 还是利多出境呢 还是冲高回落 还是直接大暴涨 我觉得美元跟国债利率 这边的表现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但我可以解读为 这边美元的高点已经出来了 短期 国债利率的高点已经出来了 所以明天的这个PCE 可能更多是一个Price in的event 无论市场怎么走 我觉得都是已经Price in的一个event 我们看老步非常地强 绝对的强 16块钱附近确实有很好的价格 可以见好就说 如果市场不稳的话 P2 这个也是一个能源公司吧 这个我个人不太熟悉 这个我们就不多过多推广了 这也是看上去还不错的一个油股 CMN Resource 但是头有点重啊 这股票可能也涨不到哪去 我预计可能也涨不到哪去 这种股票 我觉得肯定不是做基本面的 可能是结合动能跟图形一起做的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可能还是要多考虑一下 这个图形方面的一些有效性 如果说有很好的机会的话 可以做一波 但是像我这种 可能就难以持有它到很长时间了 因为我对它不熟悉嘛 对它不熟悉 但我们看到巴菲特早上的消息 又是又买了600万笔的 这个OXY OXY巴菲特完全一直在买 之前让大家不要去追 你回来可以抄巴菲特底 可以抄巴菲特底 感觉巴菲特以后除了拿分红以外 可能接下来还会做一些事情 把这个公司私有化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当然私有化有点难 但是你它的现金 我觉得是绝对可以私有化的 没问题 如果说有这种邀约的话 那股价可能起来了 但如果没有这种邀约的话 那也意味着说老巴肯定会一起跟着公司一起成长 那这个公司股价也有长远的关注意义 所以OXY大的股票里面 叫OXY是最好的 无庸置疑 Exxon World with Chevron 这些可能稍微差一点点 但也可以 也可以 但肯定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是最强的 OXY 从大的石油公司来看 大的石油公司来看 那你刚刚同学讲到 明天有personal income personal step spending 主要是看income多不多 spending是否也会有跟上 然后我们核心的物价指数 这里也会有一个price court 也是会对市场肯定的影响 主要是看黄金美元怎么讲 然后从而判断 黄金美元涨 这个不是黄金 是国债利率跟美元 如果国债利率跟美元涨 那你要小心 Diah Holden怎么看 Diah Holden就是逢老做空 房地产基金都不好 当然Diah Holden 附近上来看 最近想要稳固 但我对房地产 千万不要去做 你可以不做空谈 但是你不要去做 好 这些新闻大家想要更多 最大于一个愉快的 交易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想了解 这些新闻信息 可以拨打 科学的客户专件 以及电子邮件 Chineseforshare.com 和官方微信服务号 forshare.com 和官方微信服务号 真正义的明镜上 那我们明天早上 我们不见不散 On the next time 好优秀的明镜上 大家可以感谢一个 稳定的明镜上 支持明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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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